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我是Tracy 我是一个很爱煮的人 我是一个很爱煮的人 也很喜欢做蛋糕 做点面包 然后如果周末时间OK的话 我都可以一整天待在厨房 就是准备食材 因为我们都希望下个星期的晚餐 就是放工回来 在最短的时间可以把晚餐煮好 我第一次听到Termomax的时候 是从我的一个同事告诉我的 然后有一次吃饭的时候 他就跟我提起了这个器材 然后回到office 我就开始去搜索Termomax这个器材 那时候是一个advisor 他过来我家在做那个demo 第一个让我觉得很惊讶的是 他把那个 他的blender 他把那个lok sugar 打成粉状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我真的是有 吓了一点 我觉得很快的速度 然后打成粉状 我有一个三岁的女儿 我女儿是一个 对食物很过敏的小孩子 他是基本上对很多食物 就是牛奶 之前他对鸡蛋也过敏了 然后就是对那种菜油的东西 调味料 只要口 味道太重 其实他也会过敏 他从小的时候 我们如果去外面吃 如果十次的话 可能有七八次 他也不懂是吃到什么 他就会过敏 就会嘴巴会红啊 会痒之类的 所以我们都尽量在家煮 就是一个星期可能煮一个三十天 其实让我觉得最感恩的是 他因为他对牛奶过敏 然后外面的 chiffon cake 其实都有鸡蛋 都有牛奶的 所以后来我们买了这个 machine 的时候 我先生就第一次就做那个 chiffon 是没有放牛奶 我们是跟那个 cookie dough的那个 recipe 那次也是我女儿第一次吃 chiffon cake 所以他很喜欢 就是我就觉得 我女儿三岁多了才第一次吃到chiffon cake 这样 所以那时候我是觉得蛮感恩的 我先生他之前 我先生他之前 自从我女儿出事过后 因为要照顾小孩子嘛 所以他应该有好几年 其实没有真正进厨房煮过一道菜 有了这个tomomax过后 他偶尔他会提早放工 他就跟我讲 今天我提早放工 我回家煮 然后我就会跟他讲 我已经把什么东西拿出来了 然后他就会去cookie dough 他就会去找那个食谱 他就会自己煮 所以有了tomomax过后 我可以就是说 如果我不煮 都有得吃 我不要煮 我不要煮 我都会煮 太久了